委員 我剛才談到 會部實在羞愧啊 不是 什麼時候對你們來解釋 如果 連地方委員都不能解釋法律 他們都不是大法官 可見明天到晚大法官上升 既然你們交通部也認為你們是大法官 這是國會要尊嚴 國會在審議 能不能讓你們交通部說聲道聲嗎 一個基本的一個工程專業 今天一個國會 可以由這些人到這裡來告訴我們 要怎麼立法 要怎麼樣抵觸憲法 你們現在全部都大法官嗎 我記得少林足球裡面 周星石有說過一句話 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詞 球不是這樣踢的 違憲大撒幣花蓮王豪凱 他連續提了三個案子 那不是一來一去 那是條來條去 我們照顧花東 但是我們循序漸進 我們一步一步來 不是像國民黨 獅子大開口 花蓮王現在認為自己 已經成為行政院院長了嗎 首先呢 不是只有今天的花東快速公路建設 這一個案 違憲大撒幣花蓮王豪凱 這是傅崑崎領銜提案的 不是只有今天這個案 他總共提了三個案 有多凱呢 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 他在條文裡頭寫得很清楚 2500億限期十年完成 第二個提案是 國六東延到花東的特別條例 這一個是要從國六從西部打通貫穿中央山脈到花蓮去 這個條例所涉及的預算經費是8000億起跳 有夠侃 第三個傅崑崎再提一個環島高鐵 環島高鐵的特別條例是恩兆起跳 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 花蓮王豪凱 他連續提了三個案子 那不是一來一去 那是條來條去 甚至是幾條難以數計 所以這樣一個大撒幣的特別條例 一次三案 我們今天就優先聚焦於交通委員會 正在審議的快速公路這個條例 對於花東發展 民進黨最用心 對於花東地區的交通建設 已經投入的 不管公路或鐵路建設 高達2200億 規劃中的花東交通建設 也已經超過3000億 所以民主進步黨蔡總統執政以來 我們陸陸續續大手筆巡程序 來投入花東地區的交通建設發展 超過5200億 照顧花東民進黨最用心 另一個例子大家可以看清楚 就傅崑崎今天所提的花東快速公路建設 這件事情過去曾經在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就進行可行性評估 但是在民國104年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退回打回票了這一個建設案的可行性評估 也就是傅崑崎應當問問馬英九 當年為什麼國民黨打臉自家人所要的建設 在104年馬英九執政的時候就針對花東公路特別條例 特別的這個建設可行性評估 馬英九打了回票 但是蔡英文執政之後照顧花東不遺餘力 109年重新啟動了這一個公路建設的可行性評估 所以馬英九把這個案子讓這個案子流產 胎死腹中 是民進黨蔡英文執政讓這個案子重建生機 現在正進行可行性評估 完成可行性評估 再來談談這個建設後續的可行性 這是基本的程序 所以照顧花東民進黨最用心 這個有實際的數字 實際的行動 最後一個我跟大家檢要的歸納 照顧花東叫柏來 交通建設叫批綱 針對傅崑崎所領前提案的這個特別條例 他立法凌駕行政權是違憲的 他違反了憲法 就是當立委的基本的ABC 立法委員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案 他也違反了憲法391號613號 權力分立原則的誓字 大法官的解釋 所以呢 以個案的方式來要求編列預算 這件事情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傅崑崎行政立法 搞不清楚嗎 傅崑崎想當行政院長嗎 第二個 他嚴重的違反了交通建設 應有的評估程序 稍後我們會由洪盛漢跟大家清楚說明 任何一個重大交通建設有非常嚴謹的可行性評估 可是傅崑崎這個提案還限期十年完成 那傅崑崎 你也想當交通部長嗎 這些程序你都想快速跳號翻過嗎 急就張 粗糙 不可行 最後一下 這樣一個條例呢 是違反財政紀律跟政府應有的財務評估規定 嚴必稱財政紀律的國民黨也提出相關預算法83條提案的國民黨 為了一個個案 那無限上綱的要求國家政府就要編列你要的數字 所以這三個面向我們清楚的要告訴國人 照顧花東就要照保來 交通建設就要照起綱 好 我先講結論喔 由國民黨提出的這個花東快速公路建設特別條例 它其實只是要告訴全國的民眾 在國民黨成為國會最大黨之後 他們所要的就是藍色雙標 藍能 你不能 只有國民黨說了算 好 為什麼是這樣的結論呢 有關於財政紀律的部分 我想在選舉前 國民黨不斷的對於我們過去 為了COVID所設置的這些特別預算 他們一直都認為這是乾坑法案 是在留子孫 但是國民黨現在已經來到快要四月了 你們二月一號開議到現在 對於一個立法委員的職責 到底你在提案的過程當中 如何的符合財政紀律 如何的來遵守立法委員監督政府 施政的一個ABC 你們都不懂嗎 今天財政紀律小教室 換楚音來告訴大家 根據財政紀律法的第五條 中央政府或是立法委員 如果你提出的法律案 會大幅的增加稅租 那麼你就要明確的指出 這些錢從哪裡來 如果說根據財政紀律第八條 中央政府的非營業特種基金 依據法律你要設置的時候 你要依據裁預算法的第四條的規定 你要符合這些規定 而且要有一定的裁員 這些基金才能夠成立 另外當然根據預算法第九十一條 也明確的說了 對身為立法委員 你可以提案立法 但是如果你立的法案當中 要大幅增加預算 這個不是藍色雙標 藍色說了算 藍能你不能 我說要錢就要錢 因為這些錢都來自於國庫 來自於全民的納稅錢 你在做使用的時候 你要告訴大家錢從哪裡來 所以說了國民黨 你現在在你的計畫當中 明明白白的在這個提案當中 大家去看一下 議案當中的第十條 第七條就特別提到了 這個條例呢 要花兩千五百億 而且呢 要依特別預算程序來辦理 國民黨兩千五百億 從哪裡來 你不說 但是幾個人連署丟出來 完全不在乎財政紀律法 完全不在乎預算法 這就是藍色雙標 藍能你不能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這是國民黨提出來的法案 正在示範怎麼樣自己打演自己 國民黨的委員王洪威林斯敏跟張志文 他提出了預算法的第八十三條 就是說過去民進黨執政當中的特別預算 他們認為浮爛 所以說要修正預算法 不給特別預算 另外還有洪夢凱 黃建豪等二十人 同樣要修改預算法第八十三條 原因是什麼呢 為了避免預算資源浪費 以維護財政健全 這個就是告訴你 藍色雙標 藍能你不能 今天國民黨的傅康奇可以領銜提案 要一個兩千五百億來建設花東 建設花東我們都認同啊 高峰思瑤蓋市長也特別提到 目前執行中 已完成未來規劃的至少超過五千兩百億 我們照顧花東 但是我們循序漸進 我們一步一步來 我們由行政院提出計畫 我們有預算 我們有規劃 不是像國民黨獅子大開口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一份提案跟你說 我要兩千五百億 另外一份提案 你在打臉自己說 我不要特別預算 今天國民黨講說沒有 我提的是法律案 你提的是法律案 但是你用明明白白的說 我要兩千五百億 請問國民黨 你們現在執政的ABC 你們現在的立委的ABC 都已經搞不清楚了嗎 花蓮王現在認為自己 已經成為行政院院長了嗎 只有國民黨說了算 國民黨要多少給多少嗎 請問這些錢 不是全民的納稅錢嗎 選錢 你們說特別預算 是乾坑法案再留子孫 但是現在換成傅崑期 所提出來的 就是順應花東民眾的要求 是這樣嗎 我再次強調 藍色雙標 不要出現在台灣 因為我們所有的錢 都應該循序漸進的使用 所有的國家的預算 都應該合理分配 都應該合理分配 離合 結婚